我逆流而上 最远的旅行 我们第二位艺员来到我直播间 欢迎一博 欢迎欢迎 请坐请坐 来有请 哇一博表演完了 嗯 没有 还没有表演 对对对 然后先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 来嘉宁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 就是我想问 一博你从十几岁 然后就进入到乐华了吗 那你回首过去的这一段 那旅程 有没有哪一年是让你最印象深刻 或者是最有意义的 印象深刻的可能是 印象深刻的 可能是练习生的时候都挺深刻 但最有意义的时候 可能就是出道的那一年吧 14年 14年的时候 对因为练了那么久 终于出道了 然后那一年可能最有意义吧 那你现在能不能用一个词来形容一下你现在的心情和状态 平静 平静 就心如止水 然后就反正很平静的 对吧 我觉得这种状态是每个人都要追求的一个状态 对 不急 不慌 不忙 平静的去走 哎那如果你就是就在刚出道的那个时候 你上台前也会像现在一样平静吗 还是还是会有点紧张 就是心态上面有没有什么区别 肯定经验更多了之后 现在就不会那么紧张了 对刚刚开始上台的时候肯定会紧张 记得当时还没有出道的时候是上更歌的一个演唱会 然后但是我是那种可能台前会紧张 包括有的时候上跨年演唱会的时候也会紧张 但是上台之后我就会舒服很多 就会把那个力量给发泄出去了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一波那个所有的舞蹈都非常有力量 对 然后他是通过这种力量 他都通过这种方式来把自己其实内心有一些紧张来发泄出来 哇这个真的很好的一种方式 有个很强大的一个世界 对对对 那一波今年是我们12周年 然后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我们乐华说一下 希望乐华以后越来越好 一直走花路 一定会非常非常好 只会越来越好 对不对 好的 好那我们等会还要去表演 是吧 然后我们那个等会 可不可以跟我们稍微剧透一下 今天会有什么样的表演呢 有惊喜吗 没有就一首歌而已 没有好好好 那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粉丝朋友们说的吗 没有什么对他们说的 没有什么对他们说的 好的 好 那么谢谢一波 好 谢谢 可以到后面休息一下 我们